我们这个项目是在新冠抗疫的大背景情况下 当时是2月初 也就是说年后 我们是响应国家以及学校的科技抗疫的一个号召 然后极归老师 我李银青老师 还有刘鹏刘老师 我们三位老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是做了很多背景的 或者技术方面一个调研 然后也了解到当时甚至现在抗疫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检测环节 如何能够快速地准确地然后获得这个病原的一个信息 然后判断是不是新冠病原 那么这一点的话对后续的一个治疗 对整个防疫的一个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其实从反应的角度来讲 整个生化反应是15分钟到20分钟 所以如果是从样本到读初的话 其实是20分钟到25分钟 因为中间还是有操作的时间 特别是对新冠这种病原检测 新冠病原检测它要求灵敏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以在比如说15分钟到2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检测 这个速度其实对于病原检测我们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吧 核酸检测大家通常来想的话都是在这种专业实验室专业人员去操作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开发这样一个东西的原因 就我们希望它能够把这个技术把它们全部包括在这个盒子里边 使得它脱离这种专业性 这样的话它的使用场景就变得非常的开放 它可以在大家想象任何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的这个试剂呢 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以后 它可以在常温保存 它可以很方便的携带 我们这个检测的灵敏度呢 准确地说它大概只需要4颗病毒就可以检测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灵敏度就能保证我们不太会出现这种假阴性的检测 而假阴性是实际上是在我们国家当时在武汉疫情初期的话 最常发现的一个问题 也是会导致大量的人反复地被检测 其实这是一个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我想从这个角度这样的技术 也能够为国家节省许多许多的经济成本 我们这个项目的目的呢 就是要开发一个一体化自助式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卡核 那么这个卡核呢 它是分为两个方面 就像我们计算机一样 它包括软件和硬件 软件呢就是试剂 硬件方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微流控的芯片 这个技术呢 是基于我的实验室之前开发的三维微流控架构平台 那么基于这个平台 我们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开发出来 这样一个一体化的自助式的这样一个卡核 这里边呢 它包括宏观的这样这个流体的控制和微观的流体控制 整个这个卡核形成一个全封闭的一体式的这样一个芯片 在这里面可以完成整个这个试剂的这个反应过程 实现这个新冠病毒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